撒贝宁十大名场面 名场面之一 北大还行 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这是撒贝宁最有名的梗 是撒贝宁放飞自我的开始 2017年 撒贝宁参加综艺节目吐槽大会 一般来说 央视的主持人 很少参加央视之外的节目 撒贝宁出现在吐槽大会 本身就很意外 而他在节目中的脱口秀 更是让人惊呼 原来一本正经的撒贝宁 还可以这么幽默 当然我的北漂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北大还行 一口气红了好几年 从2017年开始 只要撒贝宁出场 就会提到保送梗 跟一般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 哎呀 真的是 我记得我收到的是北大的通知书 我被调剂了嘛 这几年 这几年凡尔赛一次流行 撒贝宁也被网友评为凡尔赛鼻祖 民间流传的盛口流 普通家庭 马化腾 后会创业 杰克马 不知七美 刘强东 宪政一役 王健林 北大还行 撒贝宁 就把撒贝宁也列入了顶级凡尔赛的队伍 明场面之二 就和刚才盛口溜中的另一位名人马云有关了 我对钱没有兴趣 撒贝宁采访马云的片段 是很多观众开始喜欢撒贝宁的起点 2015年 马云参加小萨主持人的节目开讲了 节目中 马云谈到自己对财富和金钱的看法时 说出了那句 我对钱不感兴趣 听到这句话 撒贝宁在一旁强忍笑意 因为表情变化过于生动而被广泛流传 也有网友说 撒贝宁的任督二脉 就是当时被马云打通的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一个月拿91块钱 我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每个月省钱 我知道再熬几个月 我可以买个自行车 明场面之三 我是在女人芳心里纵火的芳心纵火饭 我是在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人 这是撒贝宁在推理真人秀 明星大侦探中的著名场面 撒贝宁在明星大侦探中 贡献的明场面数不胜数 芳心纵火饭 绝对是最经典的一个 在这个节目第二季的 一期推理剧本中 大家都在找放火的凶手 结果撒贝宁一本正经地 承认他就是放火的人 在赢得所有人的目光后 他淡定地说出了这段话 我是在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人 这段发言成功恶心到了现场所有观众 除了芳心纵火饭 撒贝宁的呼吸机表情包 和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包 也出自明星大侦探 明场面之四 好竹子 好竹子 这段好竹子可以排得上 萨贝宁爆笑场面前三名 是小萨翻车的代表作 让他成为央视独奶小王子 好竹子发生在2015年第二季 出彩中国人节目 当时舞台上在表演杂技 萨贝宁在后台观看 就在表演到高潮时刻时 萨贝宁开玩笑地夸了一句 好竹子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 正在表演的杂技演员 脚下的竹子 居然咔嚓一下断了 好竹子 从此之后 小萨的嘴就像开了光一样 在节目上频频贡献 独奶瞬间 明场面之五 大话方言 除了反应快幽默之外 萨贝宁还是个方言小天才 网友评价 他即中国方言之大称 我说我在中学的时候等个播音员 因使用冰冷的食物 造成急触性的头疼 在医术上 被称过 冰气凌等等 浇衣服 浇电器浇假居 他的头在哪儿呢 我没所谓的 死人头 他猫的和死人头 他猫的和死人头唱歌 你这么说就太过分了吧 除了本身是湖北武汉人 能说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外 萨贝宁还喜欢模仿各地方言 像东北话 四川话 河南话 山东话 粤语等等 他模仿的有几分像 却又处处透露着不地道 每次开口说方言 都是笑死人的节奏 你不要好 你不要胡说好不好 明场面之六 吐槽央视boys 萨贝宁和康辉 祝广泉 尼格买提 并称为央视boys 他们四个人 小矮相杀的日常 也给观众带来很多乐趣 但萨贝宁和其他三个人 一本正经的形象完全不同 他经常在节目中 diss其他三位 我特别佩服康辉的是 这个温度 他居然穿着西服 他说我带了演出服 对啊 结果在三亚 他带了一套西服 我为了不劝 就是为了跟我搭档不行吗 怎么劝他都不脱 后来我才发现 他有可能里面戴的是假领子 今年五月 萨贝宁驻镇李佳琪直播间 为国产好货助历史 也不忘调侃一波央视boys 所以朱广泉老师 就是那个特别爱担押的那个 对吧 广泉酷爱担押 是 动不动就口吐莲花 那你的康辉老师好朋友呢 康辉是谁 完了 我又失去了一个朋友 哦 康辉 对 我知道你挑战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是你知道教康辉跳舞 那叫挑战不可能 挑战不可能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 OK 男哥买一个买题 对 虽然他是主播 是 播音乐主持人 但是他的普通话 偶尔也会露马脚 很容易 你就能知道他是哪人 三二一 上个链接 明场面之期 可李佳琪精进CP 撒贝宁在李佳琪直播间不仅调侃杨士boys 他连李佳琪本人也不放过 直播开始前 李佳琪还没到 撒贝宁先是秀了一把杨士级别的空唱能力 全程流畅自然又搞笑 瞬间贫富了大家焦急的心 这个李佳琪 到底为什么没有赶到现场 究竟是人性的泯面 还是道德的缺失 是法理 还是人情 谁知道呢 据说是因为李佳琪在楼下 在自己的工作室门口 被自己的保安拦住了 不让进来 问他为什么 说一观不整 严谨如内 在直播过程中 塞贝宁更是当面刻起了李佳琪和金进的CP 所有工作人员和粉丝都沸腾了 李佳琪本人也被他逗得前仰后合 这个碰到合适的 是要抓紧 姑娘不错 谁 就是闹了点 这样的好姑娘不多了 大部分姑娘都很安静 但她是金进 明场面之八 机智打圆场 虽然萨贝宁这几年经常因为搞笑明场面出圈 但她的专业能力从来没有被质疑过 绝对的高情商 让她在各种采访中都能灵活应对 不让所有人尴尬 2015年张信哲参加开奖的节目时 被问到是否在意被说过气歌手 听了这个问题 张信哲显得尴尬和无奈 表示自己接受过气的说法 但是不愿别人老是提起 这时萨贝宁接过话来 为张信哲打圆场 就像你现在非要让乔丹回到篮球场 去跟现在的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 NBA的总冠军 不科学 但是这不影响 乔丹仍然是NBA的神 明场面九 制斗诈骗犯 萨贝宁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就是与诈骗犯的斗智斗勇 2016年小萨当时还是今日说法的主持人 而每天都在普法的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北京市官局的民警 还说萨贝宁涉嫌拐卖儿童 萨贝宁一听 忍着笑意与诈骗犯聊了起来 还把对话录了下来 普通话标准点 把警号报出来 来 我们给你说普通话 标准点 把名字 警号 我就是你 木森林中心的招 警员编号 011158 火湾你家祖文 X你家死人 X怎么样 你他妈不就耍贝宁吗 对 你知道我做什么节目吗 你根本有什么关键啊 你知道我做什么节目吗 我不管你做什么节目的 是什么 你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今日说法吗 你他妈现在就是 你知道我在中央台做今日说法吗 你知道这个人口拐卖是什么 什么最理智 刑法哪一条 哎 再接着说 你刚才在中央台 你再接着说 对 今日说法四个字 听过吗 你听过吗 你查一查 上网查一下 今日说法 啥子 你啥子能见证过 你跟我上网查一下去 没看过今日说法的片子 真的去摆读了这个节目和萨贝宁 最神奇的是 片子还给萨贝宁回电话道歉 最逗的是 这哥们后来又用这个号给我打过来 然后跟我赔礼道歉 承认他是个诈骗犯 没录音 这段没录音 我应该也录下来就好玩了 说完是诈骗犯之后 他就给挂了 名场面之时 小萨其实很会唱歌 最后一个场面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萨贝宁的歌声 其实小萨唱歌是很好听的 当年在北大使 他可是合唱团团长 曾带领合唱团 去参加国际合唱比赛 拿到了第一名 不过后来 据说因为违反纪律 被免去了职位 但网友依然称他为被主持耽误的好歌手 踏着沉重的脚步 回向路是那么的漫长 让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却来故乡以土地芬芳 如果云知道 逃不开纠缠的牢 每当心痛过一秒 没会哭醒过一秒 只剩下心再祈祷 你不会知道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 我的心 我的歌声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